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 亦受到古埃及及古希腊所影响的 由最初的蝎子穿了鱼、豹和狗 衍生到今天的中国、南韩、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 现在就由阿Kim带大家穿越时空 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錦囊 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 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勇气 假如没有内容的话,它根本就不能存在 2017年为丁有年、火鸡年 太帅为唐杰大将军 范太帅的朋友分别有鼠、鱼、鸡和狗 每年十二个心肖里面仅有四个是范太帅 中国有一些派别甚至乎有六个新肖是范太帅的 范太帅只不过对人有所影响 可以是变好或变坏的 总之是不稳定意义的 一如阿Kim既往所说 全球超过73亿人口 怎么都不能只是忽单单分开十二类的 而新肖只是用一个地支 即是八字里面的其中一个字 大家参考一下,当是习俗应下节就算了 太帅只不过是木星绕过太阳公转时所产生的磁场 而木星绕过太阳公转一周 大约是为期十二年左右 古人是以这个木星的轨迹 与十二生肖作对应意义的 所以范太帅的你 是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处事,謹慎就可以了 记得,因为在乎,所以痛苦 因为怀疑,所以才感受到伤害 因为看透,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人只是天地的过客,随缘 亦希望大家将这种正面的思想,严点开去 愿主与你同在 熟悉的朋友,这几年都比较艰难 到了2017年的运程仍然有反复 虽然桃花运仍旺盛,收入是可以 但需要小心你的身体,以免是积劳成质 今年尽量将部分的工作交给一些专业人士去处理 减轻自己的压力和烦恼 让自己可以望里收贤 对于熟悉的朋友来说 阿Kim送给你的感浪是 如果你想占胜别人 你必须用智慧地用人的 放下执着 希望你有所得着 愿主与你同在